好今天呢我們來跟各位介紹一下呢 我們的買了一台叫Sobos Sobos呢你一出場的時候呢 所以呢你的畫面是這個樣子 所以你接進來的時候呢 那他預設的IP 就是172.16.16.16 管理者要連進去呢 你要後面再加一個Port 4444 那走的是HTTP S 就是呢 這個部分 當你呢連進去這個4444這個IP之後呢 這個Port這個IP之後呢 然後你就可以看到這一個 初始值的畫面那我們可以把它改一下 改成繁體中文 好歡迎來到 對不對點了之後呢我們就開始點選 已開始 這個呢翻譯的有點問題 已經對不對 來點一下 好 沒有成功再一次 好 第一個畫面點完進來之後呢 來我們要建立一個管理者的密碼 那他的內定的帳號 就是admin 所以說呢帳號是固定的 那密碼呢我們現在把它輸入一下 好 好當然這裡有一個叫安裝期間 自動安裝最新的認體 這個部分喔你可以自己 試著考量一下 好那我們現在因為這個在上課 可以不用去勾選 好再來接下來要同意合約 打勾一下 好 按一下這邊有個繼續 好密碼要記得喔 好打完之後呢 好這邊呢 我們有一些設定裡面有沒有這個port連接 這邊呢我們就可以不用先不用設定 他用內定值的我們先來做 好我們來勾一下 零線繼續 好這邊就可以繼續 好 網際網路我們後面再來做 好繼續 再來我們的一個這個你的防火牆的名稱 好那我們的位置 把它打一下 好去選擇 A開頭 T 好 A 台北 亞洲台北 選好把你的時區改到正確的位置 好 改完之後按一下繼續 好 好再來呢就是一些授權的功能 當然他有一個 授權 那我們已經之前已經都授權已經設定進去了 那這邊只是一個初始值更新而已 所以這邊呢 當然我們有買哪些功能這邊你就可以看得到 好那這些就是額外你有沒有訂閱的 好那我們基本功能已經有了 好那這台因為我們沒有買其他的功能 因為我們上課用 如果 正常你在公司裡面還是要買這些功能 知道吧 但是因為我們上課 我一年 用完就沒用了 對不對 時間到了 但這些呢都是額外的功能 當然對公司來講是有一些保護作用 你要可以去買 好這邊呢我們可以試著打勾一下 如果你是 正常在用 在公司都要把他打個勾 那我們現在因為在上課 所以我們就可以不用打勾 好按繼續 好這裡呢你可以看到網路的設定裡面呢 這裡有看一下 這裡呢是不是有個路由方式 是什麼這內定值有沒有 這裡有一個叫啟動DHCP 這台機器起來的時候呢 他會幫你設定DHCP 好所以呢剛剛我們這台初始化之後要設第一破 因為這個系統還沒起來 如果這個系統已經初始化過 這個系統的位置有沒有是不是16.160 就是我們現在連的這個位置 這是他內定值 OK這邊就不用去動他 按下繼續 好這邊等他設定一下 好這邊呢就是一個網路的一些保護作用 看你要不要去把這些功能打勾 那因為我們在上課 如果正常你在公司在用 還是要把他打勾一下 好這邊呢我們可以不用去做他 好按繼續 好再來就是一個接收電子郵件 這個部分就是呢 這一台機器 你如果連上Internet的時候有沒有 這裡有沒有看到 這裡有個每周傳送備份 設定的備份 他會在Source公司呢 存一個備份過去 他會寄 寄給你通知 那這邊呢因為我們也是在上課 所以這個地方可以打勾拿掉 好 各位再把電子郵件把它打進去 好接下來呢我們就按繼續 之後呢就完成的設定 這些我們設定的栽要按下完成 好那就開始呢幫你做一些設定值 好這個要一點時間 再幫你的機器做一個啟動 好設定好你剛剛 所勾選的這些動作 好我們就等他一下 等完之後這台機器的呢 這個就設定完成了 好那我們等一下就開始來做一個 裡面我們針對我們等一下課程需要的一個環境 我們來做一個設定 好前面呢 我們呢初始化完成之後呢 我們現在到他的一個網站上面 透過瀏覽器可以去管理他 好那接下來呢他的一個 預設的帳號 就是admin admin 好密碼就是呢你剛剛所設定的密碼 好輸入之後呢把他按下登入 登入 好登入之後呢你就可以看到呢 左邊這是他的一個功能表 右邊第一個呢是他的一個 控制中心 告訴你所有的狀況 那首先呢我們呢 針對我們的一個題目 等一下要來做一個操作 那首先我們現在要先來了解一下 他的設定裡面有一個叫網路 好這邊有一個網路 點一下這邊的網路 好這個網路呢我們要介紹的是剛剛呢我們一開始的時候呢所 做的初始化你可以看得到的 第一個你如果看到呢這台機器 他本身的 好的連接鋪呢他告訴你呢有一個內定值 內定值呢第2POR 就是呢 對外的 WIN POR 然後呢第1 還有34呢 這幾個POR 當你初始化之後呢他是透過 這一個POR綁起來 好就是橋接配對 他被BLIDGE 被橋接起來 那這裡面呢我們先來看一下第一個 你可以看到這一個POR2 他已經設定成WIN POR 來我們來看一下 BLIDGE這邊 他這裡面呢就有 123 這三個POR呢被我們綁成一個POR 隨便成BR0 好 那所以這三個POR呢其實是一樣的 是綁在一起的 所以呢接1 接3接4是一樣的 那這邊呢你要特別注意一下啊 這個是Sobot的特性 那每一台防火箱的特性可能不一樣 好我們只是針對這台機器 做一個說明 那這邊呢你要看一下我們如果要修改我們的一個 相關的POR的話呢 你是不是要去做一個修正 那修正的話呢第一個我們要把原來的位置 要把 要刪除掉之後呢但是你要留一個 可以讓你去做 後面連線用的位置 好所以你根本可以看一下這三個POR呢是要連到172.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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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後面要把 134全部 測掉還有我們的WIN POR測掉 好這時候呢我們是不是要先有一個POR 然後要拿來可以當成我們等一下可以管理這個界面的一個位置 好所以呢我們現在呢 你可以看到這1 你幫我看到 4 13 這43個POR裡面是不是只有一個POR 可以按 減號 這個後可以刪掉 所以兩個POR呢現在是綁在一起的 好所以呢我們要 把這個bridge刪除 這兩個POR才會跟著不見 但是呢你現在一開始就把它刪除掉了 第二POR是WIN POR 所以你不能管理 你只有一個 這個IP叫做172.16.16.16 所以在這裡是屬於這三個POR在用 所以我們現在首先要先把一個POR給 清除掉 給他一個IP之後 再來把1跟4給 有沒有把他給斷掉 所以呢你的16.16就不見了 好這時候呢我們才透過另外一個IP來管理 好那我們現在呢要先把這三個POR裡面呢 刪掉一個POR 所以我們POR3 先把它移除掉 好是不是16.16還在 就是我們現在管理這個IP還在 對不對 所以呢我們來儲存 好更新 好他更新完之後你可以看到這邊的IP 一樣是管理這個IP 所以你呢 你的電腦 好我們來看一下你的電腦 你的電腦呢不管你是一個網路卡 找單獨的 你有一張卡或兩張卡 都是一樣的 各位可以看一下呢 我們的那張卡在這個地方 好我們是透過HyperV的 虛擬交換器管理所產生的 這張卡 是掛在哪裡 是掛在這一張卡的虛擬出來的 所以這一張卡的IP你可以看一下呢 我把它定義在什麼位置 所以是不是在自動取的IP 好自動取的IP 那IP是怎麼來的 是剛剛呢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的一個防火牆 這個防火牆裡面呢 這個POR 有沒有他有一個DHCP 好這DHCP呢他自動針對Fridge0 有沒有 他是不是會去動態 分配一個IP給他 所以呢你只要把你的網路線接在 134 這時候呢這三個POR 裡面呢他就會來幫你自動 分配一個IP給你 我是在這邊做 那這些東西 這一資料是什麼 都是 SOVERS他本身一開始 內定 我們剛剛在做初始化的時候 已經有看到這些資料 這邊 那現在呢我們已經把第三POR給 刪除掉 把它從我們的Bridge0給它刪除 所以說你可以看第三POR就獨立出來了 好 那我們現在等一下把Bridge0刪掉的時候 其實這個IP就不見了 你就沒辦法管理 所以我們要去做什麼 把這個第三POR 來 我們來做什麼 這個編輯 編輯 interface 然後編輯之後我們針對這個POR呢我們要改成一個LAN 設定IP 好 我們 我們用我們的題目 等一下呢我會把那張圖拿出來 我們就把它設10.10.20.1 好這個就是呢我們的 這個LAN POR 所以說呢 等一下我們要接到第三POR 我們的個人電腦是要接到這個第三POR 第三POR的時候呢我們要跟它同一個網段 好那跟它同一個網段 好那這邊呢 設好固定IP之後呢 我們要不要去設定第一CP是由你可以決定的 好那這邊呢我先儲存一下 儲存起來 所以呢我們的第三POR 它的IP就是 它的管理可以管理到我們的防護牆的IP 叫110.10.20.1 好這邊呢它更新之後呢各位來看一下 這邊的POR3 他呢就是的 IP 就是110.10.20.1 這個就是呢你連到它要去管理這個位置 好再來呢我們講說呢你到POR3的時候呢 你的個人電腦要連進來 那你自己要改IP 對不對等一下我們要把那條線移過來 好那如果說呢你要不設定IP有個動作是什麼叫DACP DACP呢你可以看一下這裡是不是有兩個 對不對 是針對Bridge0在用的 針對GastAP在用的 其實呢我們可以再做一個增加 好增加你可以把它做一個什麼叫 PORT PORT 好PORT3在用的 全體界面我們是要給它PORT3 對不對 好那這時候我們是不是一個其實出用IP就是 10.10.20 我們幹嘛從 好就是 200 到10.10.20 220 就只有20台機器可以就好 因為不會太多 其他呢我們不去做 對不對 Musk用24 網易名稱沒有 所以就這樣的一個基本的位置 你設定好之後呢 好按一下儲存 DNS你要不要設定 對不對 那DNS呢是不是設定他本身這一台 你可以設定外面的 知道吧 好那你可以設定能要發送的DNS 1.1.1.1 對不對 8.8.8.8 如果你公司內部有的話你針對這一組 你可以發 他的DNS 跟我們的一個 兩個兩個位置 Winz的這邊server要有IP有沒有IP 沒有的話呢我們就要設定到這個地方就可以了 好最主要呢你要這個位置 因為要讓你的 機器 這個你的 網路卡 的設定呢是沒有設定固定IP的時候呢 他可以透過連到PORT3 他自動分配IP出去 好我按儲存 好儲存完之後呢 這一個PORT 有沒有看到這個PORT3這個PORT 對不對 他就有一個IP的區間 專對使用的主要 會給他的 好那我們現在呢 等一下呢我們要來把我們的PORT3 把它移到 把我們的網路卡移到這個PORT3來 好這邊呢我們來給各位看一下 這邊呢我透過我的網路這邊 各位來看一下這一邊 這一條線 就是這一片 這一片 這兩片是 這一片是主要的 他是屬於我們的 HyperVidu 虛擬交換器 那這地方如果不了解的話呢 你可以去看前面的影片 好這邊 我們來看一下我把它拔起來 好各位看到我把它拔起來 拔起來之後呢 這一條 線斷 好這原來是接到我們的防火牆的第1PORT 我先把它改在哪邊 就是把它改到第3PORT來 對不對 所以把它接到第3PORT 那第3PORT的位置呢 我就 不照相給各位看 就把這條線 有沒有 接到第3PORT 所以你自己呢是接防火牆的位置喔 對不對 好把它接到這邊來 是不是這一線也通了 所以他現在的IP呢 就變成10.10的 他會去跟我們的這一個 防火牆 要IP 跟我們的防火牆要IP在這邊 跟他要IP 所以呢我們針對我們的電腦呢 我們來看一下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好 這一個呢有沒有看到這一張網卡 就是我們的這一張網卡 喔它是虛擬出來的 那這張網卡是不是有得到一個IP叫10.10.20.200 這個就是我們這邊的起始 是不是這一個200 有沒有 所以呢我們這一條線 有沒有 線在這個位置 連當然還是連得到 等一下就會連不到 為什麼 因為防火牆呢 你從PORT2連到PORT PORT1 喔 PORT3連到PORT2 都還是可以連的 PORT1 這一個不好意思 是PORT3要連到我們的PORT0 裡面有PORT1跟PORT4都可以連 連的 所以說你從這邊呢 你可以看一下 我再點一下 他還是可以看得到 網路的畫面 知道吧 那現在呢你可以看喔 現在我的線現在接到第3PORT 對不對 那我這個呢16.16呢 等一下我把它拿掉 拿掉什麼呢 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有個BR0 我們要把它做什麼 Delete Interface 這時候呢 這個16.16就不見了 這個IP就不見了 所以呢你剛剛PORT是不是接到這個位置了 那你就要把你的IP改成 10.10.120.1 才可以管理這個界面 好那我來現在把它刪除掉 Flighting把它刪掉 刪除界面之後呢 很抱歉 這邊你就可以看到 這個網頁就連不到了 你現在呢重新這裡就找不到網頁了 因為這個網址IP不見了 所以你要怎麼去管理它 剛我講的我已經把它接到第3PORT了對不對 還有因為還沒刪完喔 對不對等一下刪完了就看不到了 好 它刪完之後就看不到之後你要怎麼辦 等一下呢你可以看 這邊 還在 還在因為沒有刪掉 對不對 對不對 來那我們來管理Interface 我們要把這個啟用的 此調節器 有沒有 配對在 退任的啟用路由要把這個打勾拿掉 這個打勾拿掉 它才 可以讓你刪掉 好按下儲存 更新調節 好還在喔 那我們現在來再來把它做一個刪除 把它刪除 好刪除之後呢你可以看呢 你如果刪除這個界面這樣無法使用了對不對 就沒辦法去存取這個蓋裝置了 所以呢你可以看一下我這邊再重新整理 他基本上就會找不到了 還有 等一下 是不是應該同樣一個位置 它有保護處不讓我們去刪 還在對不對 所以你看一下我現在把我們的IV改掉 改成 10.10.20.1 冒號4444 好我後面先把它刪掉 重新登錄一次 少一個4 好我們現在登錄到 10.10.20.1 我們的這個位置 我們重新登錄一下 好我們現在進來之後呢 好我們來一樣回到這個位置 好我來把這個 BR0把它刪掉 好這邊呢我們來把它刪掉 好 好已經成功了 刪除界面了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呢 我們的剛剛的第1POR 跟第4POR 被刪除之後 他原來的16.16不見了 所以我們剛剛把第3POR當成我們的管理POR 我們的 已經有一個給他一個IP了 在這邊 好當然我們也設定好第1CP了 給這個POR3來使用 所以呢我們現在連到的是 10.10.20.1 透過這個IP就是這個IP 來做管理我們這個 防火橋 好那我們等一下就透過這個IP來管理他來 設定我們其他的像POR1 POR2 這個後世 這幾個我們要改成 我們要做的一個課題 好那這個章節呢 先介紹到這邊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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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